还是这个快船队他这个体能呢出现了问题 因为之前打七场消耗太大 因为之前那会儿 你就包括这个史特福克尔他也对他讲过 就是五小阵容呢 当然是很好用 但是这个东西不能长时间用 长时间用的话 确实体能受不了 因为五小你往往需要在地位啊 以小防大 相当消耗这个精力与体力的 快船队就这样 之前呢 面对对方这种这个连反的篮下重击啊 快船队五小阵容呢 已经颇为疲惫 当下再战爵士队呢 感觉心有余力不足 防守端脚步啊 明显这个有点迈不开了 打这个爵士啊 那这个系列赛打长了 还是抗快船队 快船队最后那一共呢 不叫暂停这个事问题不大 因为对方摆了一个个位 你叫暂停 万一把他换下的话 你攻起来肯定更吃力 因为你不要忘了 这个回合呢 是必须得投三分的 他不投两分解决不了问题 那你这样就必须得投三分 人家要大个没用 人家换成小个之后呢 就是贴身防你 就这样贴身防你 所以你一旦叫暂停 对方人员调整之后 你会投的更加艰难 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不得不讲呢 最后那一个回合 莱昂纳德的过 就他没投 你这回你传给底角的莫里斯 这不坑人的嘛 因为这会儿你只能投三分 你如果是投两分 也能打进加十的话 那么戈贝尔呢 肯定会防守位置 不会这么靠前 不会贴身 他会流出一定的空间 避免你突破 但是现在局势呢 差了三分 莫里斯必须得三分远射 那戈贝尔呢 我只要站住 卡住三分线这一拐 不让你这个出手 就可以了 你进去投你没用嘛 尤其呢莫里斯还被逼迫到底角 那个地方做动作都不太方便 所以拉纳德呢 最后一共说实话 甩锅行为 当时他就应该 甭管怎么勉强 你自己出手啊 你干拔起来 以你的体格啊 以你的这种过硬的 关键时刻终结能力啊 你投一个嘛 不进的话 打铁也无所谓嘛 你甩锅给莫里斯 那会儿莫里斯在这 换其他人投 估计啊 那个位置也得被盖 哪怕包括坎德兰特 在内无法出手 因为啥呢 戈贝尔心里明镜呢 我就只要说伸直了胳膊 这一球呢 我就是全力放开 我根本不需要考虑突破 杜兰特的赖斗白费 因为杜兰特现在跟剑断裂之后 他进攻端 已经经常出现 被盖冒的情况了 哪怕巅峰起杜兰特 你有戈贝尔高啊 你真说你没有突破 可能性的情况之下 那对方完全能够 做出防守判断 就是防你投篮嘛 杜兰特投那球 都得被戈贝尔冒下来 所以你这不啃了这个莫里斯吗 就赖这个莱纳德最后阶段 而且呢 就是这个比赛第四阶 莱纳德也没有站出来 为球队止血 对不对 为球队做贡献 他可能说也是累了 正常也是情无可原吧 莱纳德确实累了 但是最后那一攻 不像他以往那种 冷血杀手的机器人本色 你得公啊 你这个给个底角莫里斯 莫里斯找处理 根本没法处理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